表单怎么样做设计 也就是将来比如说 我希望取得使用者端的相关的讯息的话 如何把你手边的表单变成云端表单 那其实只要几个步骤就完成了 其实完全不用写程式 你就可以很easy的像我这边有没有 这个表单 那其实各位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表单没什么太大的 太复杂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你的表单的名称 第二是表单的这个名称的副 算是副标题吧 这个当然可有可无 没有没关系 就是一个简单的说明一下 你这个表单到底做什么用途 第三个是问题 然后问题 那一个问题 总共我只有用四种 我刚刚讲过 单行多行 单行就是写少量资料 大量资料 单选 复选 那最后按提交 就可以到我的云端式算表 如果你得到了之后 你可以下载下来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回应栽要 看结果 其实这也蛮有趣的 以前你可能不知道的分析结果 居然可以按一个按钮就可以知道 这感觉还蛮棒的 而且完全不用写程式 首先第一个你要先到Google Google首页应该知道吧 goo.gl.com.tl 这个网址 第二个是到云端的硬碟 云端硬碟里面的话 你可以在建立 建立的地方 你可以看要不要建立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 比如说我这边有建一个资料夹叫TEMP 暂存区 我将来比如说我要建立一个表单 就直接从什么 从建一个 先建一个资料夹 对不对 那个资料夹也许就是你的什么什么 表单的问卷之类的 给它一个名称 就是跟我们在 电脑里面用的方法差不多类似 然后呢 再来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建立一个表单 那这个表单里面要怎么做 其实我刚刚讲的表单 那表单跳出来 他会跟你要几个讯息 第一个 你的范本 你外观要长什么样子 他有这几种选项 你可以选其中一种 比如这个好了 OK 你喜欢这个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第一个就是你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应到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你的表单的这个名称叫什么 所以我这边可以这样 给它一个标题 这个标题的话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名称 对不对 那底下说明文字 就是这个下方的 这相关的说明 所以如果说你要给它 一个很长的说明 那你可以怎样 先打好 然后呢 或者它握的里面 先准备好 然后就把它贴上去 另外的话 题目 说 更正一下 这应该是上面的才对 在这边 这个是表单的标题在这里 然后 里面的内容 就是我们的说明 说明部分的话 是放在这个下方 表单的说明 所以这个的表单的名称 表单的说明 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比如说您的大名 对不对 您的大名就是 这边 把它打在那个问题里面 那你就分别 按部就班的 把这个名称 比如您的大名 对不对 然后我底下不是说明文 这是灰灰 就是灰色的 比如说中文名 中文系名 你可以打上去 那如果不填也没关系 那这一个作答方式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单行文字 你会发现 它可以有这么多选项 那其实主要 我只有用到上面四种 单行 多行 单选负用 其实还有这些 我想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试试看 那这边的话 可以用单行 然后呢 要不要必要 一定要填 要 而且甚至它有个进阶设定 这个我想可以 比如说里面 一定要有资料 文字 一定要怎么样呢 比如说文字 这个如果是文字 它必须要怎么样 是一个email信箱 如果这个里面 一定要填email 你可以给它验证 是不是email信箱 或者是说呢 资料规则 这个地方等等的 这边都可以去做运刷 如果不要的话 这个当然你可以不用打勾 直接按完成就可以 第一个问题就产生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 我这边给的是 比如说是 简单的自我简介好了 那比如说 简单的自我简介 那我就可以再多一个什么 题目 然后再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 这个题目 我再新增一个多行 对 然后这边有个标题 再来就多行 要不要一定要完 一定要填 一定要填 打勾 按完成 那这样就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最后的话呢 我们做完之后 有没有 你就可以直接 怎么样 传 传 看一下 我们做完 类似像这样 这个是要传给使用者那边 那已经做差不多 上面有个网址 对 你可以把这个网址 复制一下 再到goo.gl贴上 缩短网址 Qrcode 到时候呢 它进到里面 填完资料 就会到哪里呢 就会到你的查看回应里面 你可以去看一下回应 OK 那这样的流程大概是这样 最后的话 你就是会有一个 以色的档案 那如果你要把它下载下来的话 就可以从档案里面下载下来 OK 其实不会花太多时间 就可以把这个流程建立起来 你们可以实际上找一个范例 来练习看看 那这个是如何制作云端的一个表单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等一下我们要来看那个 我们这个范例 范例一的部分 那会把那个范例 你们把它解压说出来之后 会先从里面的那个文字与资料函数开始 所以如果各位等一下准备好的话 可以先开启里面的范例题 那里面范例题有问题 你要逐一的把它完成